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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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是KS Media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連絡兒Aleena 我是Brian 你好欣 我對Brian的感覺是怎樣 應該說真話還是假話 成熟穩重 是一個音樂才子 而且是走文青路線 我也很欣賞他 無論他彈琴又厲害 唱歌又好 人又有感情 多謝你 那虛假 就著他來說 OK 大家想想 在Brian身上學到什麼 學到謙虛 因為他為人很謙虛 他很有才華 彈琴又厲害 唱歌又好 人又進俏 但他經常都很謙虛 是嗎 不要這麼說 你看他多謙虛 以前是香港前女子組合 OMG成員之一 以前也是有做跳唱的工作 也曾經有去馬來西亞燈台 所以我對我自己唱歌 其實都有信心 所以當時2020 亞洲小姐的床藝表演 我都是選擇了唱歌 OK 其實唱歌方面 我第一次聽Alina唱歌 其實是一個亞視裏面的一個Casting 歌唱的時候 當時有些公司想進來 看看我們亞姐唱歌唱成怎樣 我們有一個Casting 有一個Audition 當時Alina我記得她是辭理的 因為她有其他工作 我已經聽了很多亞姐唱歌 但當她辭理的時候 她一開聲 我已經覺得 嘩 這個人能唱得下 我記得她的歌 應該是If I Ain't Got You 唱得太差 不 真的唱得 絕對是超乎想像 說真的 嘩 已經是我的人被她攝住了 很刺激 之後我就再請她來我的Alive 再唱歌 亦都是維持很好的水準 所以除了她在另外一方面 即是可能演戲 主持 各方面的發展之後 我都很希望她 或者很希望觀眾 都留意多些她唱歌 那方面的發展 你問我 當然是很想 亞洲電視 有渠道可以讓我在樂壇上 發光發亮 因為我不單止唱歌不錯 而且唱歌也是我的一個強項 即是我比較有信心去表演的一件事 就是唱歌 就是跳唱 所以如果有機會 當然不單止在演員電影方面發展 更好的就是可以在唱歌 樂壇上有更加長遠的發展 即是 要公司多些栽培 沒問題 我想了的了 我都會作一首歌給Alima 真的嗎 去繼續發展她的音樂事業 真的嗎 說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對著這個鏡頭說 是真的 我原來她打算做了一首歌給我 沒錯 因為之前都有拍過A-Live的節目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輕鬆很舒服 因為回來自己在公司 亞洲電視做過音樂節目 有個很財惠揚弱的人 去領導我 他又彈得好 令我整件事都很放鬆 一點都不緊張 如果你說相比在大台上表演 那種Live當然是緊張一點 還有擔心又出錯 但在這裏做節目 就很輕鬆 其實我們唱錯 之前做過很多集 唱錯的情況都不少 不要緊的 再唱過 或者你錯過的地方 再唱過就可以了 大家觀眾會很接受 因為你是Live 對 而且我們喝酒唱歌 有時候頭腦不清醒 可能都會唱錯的 那我當然會傾情演出 我當然會拋身出來唱 唱到出汗 流汗 為巴人出汗 嘩 真棒 唱歌 其實我也曾經想過 這件事 在我選亞洲美人魚小姐 和亞洲小姐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我的才藝表演 究竟是甚麼呢 其實我很想做一件事 就是 有個大的魚缸 我就可能唱一些海洋的歌 或者唱一些美人魚的主題曲 唱完之後 我就可以下去游 那幾下美人魚泳食 因為美人魚上來 變回綠地之後 其實它是啞了 它是沒有聲音 說不到話 唱不到歌 所以其實在它 做美人魚之前 應該唱歌 有些表演 然後我就可以 穿著美人魚的魚尾 直接下去水底 魚缸游泳 我相信這個表演 是很創作的 肯定在任何電視台上 都沒有做過 當初也有跟公司反映過 但是當然 要做這個表演 難度上有一定的困難 我絕對會收到的 我會統籌這件事 但是當時 如果真的舉行到的話 很想聽Alina 就扮成這個海豚音 唱完這個海豚音 那整件事就完美了 當時我會扮成水舞 我唯有找人來跳海草舞 在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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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很想做這件事 我很喜歡跳唱表演 當然以前都是OMG票唱成員之一 其實我自己的偶像 是Lady Gaga和Taylor Sweet 不容置疑 《百變天后》 無論出道到現在 每首跳唱的歌 都是很飽的 很好看的 每首MV都很有精髓 而Taylor Sweet 《美國小天后》 一開始就唱了 《Love Story》 民謠的歌曲 但近這兩年 她都開始轉型 像Lady Gaga那樣的天后 連Taylor Sweet都轉型 做跳唱的天后 所以這就是我想發展的路線 很期待Lina 可以有一天在A-Live跳唱給我們看 是嗎 A-Live A-Live 然後再去大台再唱 A-Live跳唱 沒錯 這些叫什麼 吃冰淇淋 我們可以 吃冰淇淋 眼睛吃冰淇淋 哇 很舒服 很涼爽的 覺得很爽的 吃軟雪糕 好涼爽